朝陵是清太宗皇太极和孝端文皇后的陵墓 并坐落在沈阳北端又称北陵 朝陵与福陵永陵齐名合称关外三陵 并且是其中规模最大气室最宏伟的一座 现在陵区的外围已规划为北陵公园 是沈阳市最大的公园 可以看到市民在此散步、跳舞 朝陵由前、中、后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从下马碑到镇鸿门 下马碑上以满、汉、蒙三种字体写着 官员人等致此下马 但是像士兵等阶级较低的人 下马碑则立在林寝的更外围了 再往前可以看到一对华表 华表是一种皇权与地位的象征 一般人是不能够随便立的 通往林寝的路上有条神道是给神灵走的 在当时若是人走在上头 可是会遭受到相当严厉的刑罚 到达镇鸿门之前可以看到一座石牌坊 尸体醒人们进入牌坊后就必须进入到祭祀的状态了 要尊敬神灵 第二部分从镇鸿门到方城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对华表 以及两旁的石像身 另外还有牌楼和祭祀用房 第三部分就是林寝的主体建筑 包括方城、月牙城和宝城 方城镇中是隆恩殿 两侧有用来准备祭祀国品的配殿和配楼 隆恩殿前有一块翡翠玉拜时 清朝皇帝前来祭祖都是在这里磕头会拜 隆恩殿后有二柱门和石祭台 步入劝洞门后就是月牙城 而月牙城之后就是安葬皇帝的宝城 宝顶与地宫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